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FIRTH CITY 最近我去微整啦 你們現在看到我這個樣子已經是我進場維修完了 然後這次我是去打玻尿酸 我去打淚溝跟下巴的部分 好 那就讓我們回到兩個禮拜前 哈囉大家 今天我要出門打淚溝了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到折所外面了 給大家進看我的淚溝一下 然後我也想要補一點下巴 希望大家可以美美的出來 你妝的部分要怎麼寫 牽孔的部分回去12個小時是不能碰水 可以全卸嗎 可以啊 如果你沒有問題我就要幫你全卸 好 我想全卸 因為全卸你回去會比較方便 現在已經全臉卸妝的樣子了 好 現在我們就是要等敷麻藥的時間 給大家看一下 我都要打下巴噴 這裡 醫生說我的眼睛要打1.5CC 要不要打 1CC 不知道打完會變怎樣 滿滿的 我感覺就更絕到 希望等一下不要痛 應該多少會痛 因為畢竟打裡面 對啊 畢竟打在皮膚薄的地方 期待等一下囉 嗯 我們現在來看書前 最近皮膚不錯喔 屁咧 你現在要不要多多吃好多喔 皮膚好白喔 我的臉比較不黑 真的跟你脖子還有差 我是手超硬 小緊張 我先 我要閉著眼睛還是閉著 OK 張開閉起來 然後到我後面 好 閉著喔 嗯 你們好專業 會影響到醫生嗎 我也不會 不要影響到醫生 我會不會 好 好 算了 三顆眼睛 我覺得張開比較 看得到比較安心 開始囉 嗯 有感覺嗎 沒有 沒有痛 對 妳好痛 很痛都還可以啦 對啊 沒有 沒有想像中 它很痛 為什麼我在鏡頭裡面看起來很痛 感覺出了很多血 盛雪 感覺很恐怖 對 不過本人應該覺得不痛就是不痛了 對 好 乾淨就好了 其實就比較平 當然這裡還有一點點 嗯 這邊是外側 一點點 都可以帶多一點 嗯 還有零點 剛剛應該打一邊 阿一邊沒打 讓妳拍對比 沒關係 有陰鏡 以前痘痘有一次長在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 欸我這樣比較好看 剛好腫腫的 就剛好肩一個在這裡 就覺得下巴更好 那它代表妳喜歡肩膩 然後我就幫妳肩膩一下 你這樣看會緊張嗎 一開始打左邊的時候滿緊張的 因為他要打這樣好 後來就習慣 後來就覺得說 恩 好像還好 有點麻木了 想問醫生 因為我覺得醫生皮膚看起來很見識 真的 有啦 有打一關 醫生妳說妳三十幾我都相信 人嗎 我三十歲我都相信 真的 哈哈哈哈 快會彈好 機會幫妳多彈 哈哈哈哈 我是居住 上面這裡好 我要秀一下 嗯 這樣好 那個線條就會這樣好 有耶真的 滑滑滑滑很多耶 我剛打完了 大家覺得效果如何 然後現在這邊就是有一點雲氣 然後我覺得我下巴有被拉出來耶 然後我現在臉感覺就是有一點 膨膨緊緊種種 然後剛剛在打的過程 我覺得比我之前做的那些雷射真的是不痛很多耶 可是我朋友會覺得很痛很痛 敏感肌的人比較覺得痛 可是我也覺得我皮膚蠻敏感的 可是我這次真的覺得完全不痛 我之前鼻子打過玻尿酸 我覺得那個超痛 感覺這個都膨起來了 我這裡都膨起來 沒有凹凹的 側臉 側臉的感覺 我覺得有差耶 這裡變順很多 我覺得下巴真的有差 對 我覺得下巴真的有差 哈嘍各位我剛回到家 現在已經是術後的第五個消失了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眼睛下面啊 感覺蹦蹦的 現在這種蹦蹦感也都消失了 哈囉各位今天是術後的第七天了 然後我前幾天我都沒有拍到紀錄 因為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差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眼下 原本黑色的瘀青都消失 剩黑眼圈的部分 然後還有前幾天沒有的黃色的瘀青 現在都慢慢浮出來了 我也是覺得還蠻奇特的 然後護理師說這是正常的現象 我還有問說因為我下巴這裡摸起來 就是有點凹凸不平 然後他們給我的答案是說 一到兩個月就會融合 就不會摸起來有凸凸的感覺 反正目前呢 這一個禮拜 我是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也沒有任何的抑狀 然後目前回覆也都還OK 然後眼下真的 嗯 感覺到蓬蓬的 沒有凹陷的感覺 哈囉各位 今天已經是術後的第14天了 然後前幾天我去回診 醫生說我回覆的還不錯 就我最近拍影片啊 就也有很多人說 欸為什麼我有變好看一點 那就是因為我線條變順了 我覺得在鏡頭上看起來差蠻多的 然後我朋友打 像我朋友就覺得打這個非常的痛 他覺得痛到不行 所以每個人的感受度我覺得因人而異啦 OK以上就是我這兩個禮拜的紀錄啦 那目前現在這個樣子呢 我覺得很OK 就是我化妝的時候 已經沒有那種非常非常凹的凹痕了 這樣給你們看看我之前的樣子 這不是我在誇張喔 我問左邊那一位是吸毒嗎 然後那個右邊是我剛打完的時候 那我整個那個淚溝這裡整個空氣啊 然後還有下巴的部分 原本臉是屬於比較圓的 然後我的下巴是比較平 沒有像現在一樣那麼尖 但是呢我就跟醫生說 喔我想要就是下面再出來一點點就好 然後我的左邊這裡有要不順一點 因為我就發現欸我左右臉其實不對稱蠻嚴重的 就是我右臉比較不好看 之前這邊比較熬 現在這裡打空了之後 我就覺得順感比較多 那我這次我之所以會想要記錄 是因為我當初自己在爬文找醫生的時候 我看人家的影片啊或是一些文章 大多數看到的都是業配 那像我這個 雖然我沒有打算說 這是哪個醫生哪個診所 可是呢我就是想要把我當下很真實的反應 在影片當中讓大家看到 因為畢竟很多時候那些業配可能都是已經論事過了 人家說苦痛 可能自己去打了之後媽的幹爆痛的 然後玻尿酸這個技術也是非常吃醫生的 所以我那時候瘋狂爬文 我真的是考慮了很久很久之後 我才決定要打 那像我自己我會怎麼調醫生 因為打玻尿酸這種東西 之前有看過很多新聞 就是他有一定的風險嘛 像我自己我還蠻注重醫生的技術 然後這個醫生呢他的案例真的非常多 然後我後來去跟他諮詢的時候 當下我有看他其他沒有放在網路上面的案例 我就覺得天然這個醫生的案例真的蠻厲害的 那時候他也看到我 他就摸一下 他就說他知道我要打哪裡 他就講得很專業 然後也讓我很安心 然後我就決定 好沒錯我就是要給這個醫生做 然後其實我原本只是想要用這個類勾部分 可是我就知道說 啊我的那個線條 如果再更順一點的話 身體輪廓會比較好看 於是我就請醫生幫我看 我的下巴是不是需要打的 醫生說可以打一些 所以就打了一些 好最後我一定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整形跟微整形都一定有他的風險 就請大家在決定整形或是微整形之前 一定要好好仔細的評估說 這真的是不是你適合你需要的 我覺得自己要了解自己需要什麼還蠻重要的 一定要在家做好功課 如果你有決定要微整的話 OK以上這就是我自己個人的心得啦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會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